台西方看一期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到的是 香港的反送中抗争行动 半年下来造成了市况萧条 香港首富李嘉诚在10月宣布大撒币 那么他要捐出10亿港币 折合台币大约是39.4亿元 帮助当地的中小企业旅游业 还有小贩来渡过难关 只要符合资格最多可以拿到5万港币 大约是台币19.5万元的补助 那么最特别的是李嘉诚大方的说 这些钱通通不用还 而持续了13天的李大抗争终于落幕 警方表示已经没有人在校园里面了 不过校方表示校园有待清理 仍然会持续关闭 香港理工大学示威抗争落幕 警方29号结束在李大校园的搜证 没有发现或逮捕示威者 中午警方撤离也解除封锁 但校方认为校园遭到严重破坏不安全 清理和修复也很花时间 决定继续关闭 不过29号长沙湾还有群众走上街头快山堵路 大批港警到场戒备气氛紧张 一连串的动乱 香港各行各业付出惨痛代价 香港首富李嘉诚10月初面当大善人 宣布绝出10亿港币约合台币39.4亿元 帮助中小企业渡过难关 李嘉诚基金会的中小企应急前10亿计划 前两个阶段针对饮食业和零售业的捐款 已经分别完成发放 李嘉诚陆续收到李嘉诚的送暖 而且不用还都代表感激 李嘉诚的善心一举目前进行到第三阶段 针对旅游业以及小贩 26号起开放申请 总金额约台币3.8亿元 小贩听到首富李嘉诚撒钱自己也有份 都惊喜万分 登记游案的小贩通过申请 可以拿到约台币1.9万元纾困 合格旅行社则可以获得约台币9.7万到19万元 一样不用还 李嘉诚撒钱对受到反送中波及的香港百公百业 就像酒汉冯甘霖 但港人最大期待还是希望港府回应民主的诉求 才能真正敏平抗争动乱 找回香港的繁荣安定 杨振平编译 首次